今年5月,土团党展颜该党的最高理事会和区步改选18个月 以专注为8月12号举行的6周选举备战 不过这项展颜并不包括支部改选 土团党的消息指出,该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向土团党领袖 表明退位的意愿已有一段时间 至于该党总秘书拿督斯里·韩沙赛努丁 熟理主席拿督斯里·阿莫费沙 副主席拿督斯里·罗纳天迪 拿督·拉兹吉丁 最高理事拿督·罗索瓦西 和已经持续宣传主任一职的旺塞夫 都符合竞选五大高职的资格 消息告诉自由今日大马 韩沙赛努丁在土团党内获得强大的支持 至于阿莫费沙则预料会在党选中捍卫第二把交易 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支持 与韩沙对垒 如果阿莫费沙在这个时候角逐第一把交易 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影响 因为他在领导斯美兰国盟后 在党内的声誉受到影响 相比之下 韩沙证明了自己的公信力 并担任多个要职 包括拉绿国会议员 国会反对党领袖 以及土团党和国盟总秘书 不过另一名备受瞩目的最高理事阿兹敏阿里 则不具资格 因为他是受委的最高理事 土团党宣传主任拉扎里授寻时指出 党领袖将在柔佛州双补选后 才开会讨论党选事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